还等什么双十一啊 七 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 这大叔控我可不是在这瞎掰啊 这中国自古有之啊 古代的时候就有描述这女孩子爱大叔大叔控的诗句 那个诗是怎么说的来着 叫做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一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相睡 是吧 所以咱不着急啊 看咱们谁绷不住 对不对 如果说呀 很多人就说哎呀 我跟相亲干啥真烦 那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那咱也得相啊 因为相亲 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墓地的风水啊 得多走走 看看 你们杨格再教你们一个追女秘籍啊 就是什么呢 假设在生活当中 你向一个女孩表白失败了 是吧 没关系 一个失败了 你再找十个 就说给我十个失败了 那你找一百个 兄弟我跟你们说 他总有一个眼瞎的吧 老公 我都洗完了 帮你了 马上啊 马上 我都洗完了 我都洗完了 看着呢 做人就得像我这样 对不对 在家里边老婆 你必须得温柔贤惠 你制服的 你得服务点 快点的 你洗没洗啊 行啊 这菜做的呢 都是非常熟悉我的朋友 大家肯定都知道 我这个人呢 特别喜欢钻研 我就一直琢磨呀 你说草根暖男 这个词多好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这草根暖男的鼻祖 到底是谁呢 我们团队的科学家 跟我一起 去研究了一下 我从甲骨盆看起 我先后去了少林寺等地 先后翻越了 碧经三字经 和九阴神经 我在达摩院和扫地僧交流 追谷宿远 我翻山越岭 跋山过海 最后 我把目光落在了西游记这本书上 这本书里边 有这么几位 各位且听我分析 这第一位 就是玉皇大帝 快去请如来佛祖 这位大哥 玉士就知道班旧兵 没有能力 出局 第二位呢 就是塔文僧啊 悟空啊 你这么调皮 你告诉维师 这是如何是好啊 他遇事没有主见 生活没有 行去 出去 这第三位 就是他家耳熟能详的孙悟空 他太让所有的男人都失望了 明明男人都喜欢狐狸精 他却往死里挡 没有安全感 我不做大个好多年 我不爱比我多穿越 不要比我想念 不要比我流泪 我后悔翻脸 我不做大个好多年 我不想后悔爱一回 时光不能倒退 人生不能后悔 爱你再一点点 第四位呢 不要比我像念 不要比我相念 不要比我流泪 我后悔翻脸 我不做大个好多年 我后悔翻脸 我不做大个好多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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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